校长重礼一校事务,角色是非常重要 今年南投县国中小校长征选方式屡招质疑 长期关心县内教育发展的议员林永宏 今日上午在县议会召开记者会 针对此事处理不公议题 盼县府相关单位能提出说明 为何更改跟过去以往的征审办法 今年度的校长征选为何办法临时做一个改变 第二点,过去有教授也有校长在参与口试委员 为何这厨的做法只有三个教授 三个教授其中一个就是彭雅林处长 本身也是一个政务官兼教授来做口试委员 过去教育行政体系任何一个行政官员 都没有担当任何一个口试委员的记录 记者会中,议员林永宏强烈提出看法与质疑 今年度的校长征选为何临时改变过去以往的方式 而以往口试委员共有六位 为何今年却只有三位 过去教育体系没有任何一个行政官员 担任口试委员的记录 希望教育处能够回应此说法 一连串的质疑与看法 议员林永宏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技术出面说明 为了县内教育 也希望再征选校长的方式能够更公开 更同名化 避免再度引人质疑 更可让家长对县内教育更放心 明新闻蔡影杰南投采访报导 明新闻人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